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 歡迎大家收看海國樂器指南 今天我們來看看該如何打造你的音樂工作站 並且來開箱這顆專為樂手打造的 IK Multimedia X IO 錄音介面 在這個頻道,我們會詳細的講解器材的介紹以及應用 所以請記得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在彈結他的過程當中 大家一定會想要自己錄製cover或者是創作音樂 甚至使用電腦的音箱、效果器模擬軟體來做練習和錄音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要一步一步的教大家 該如何打造自己的音樂工作站 一個音樂工作站,最簡單的設備要有一台錄音介面 一台電腦,電腦內要有錄音軟體 那如果你是電吉他手或者是電背手的話 你可能還會需要音箱或者是效果器的模擬軟體 那在錄音介面的部分,我們今天要來看就是這台 來自於IK Multimedia 最新推出的 XIO 這台非常非常的強大 是一台可以陪伴樂手們從入門一路到進階的高規格錄音介面 使用上非常的直覺、簡單、而且CP值也很高 在包裝打開之後 裡面就會有它的電源線以及 USB 傳輸線 只要將錄音介面的電源接上 並且將 USB 接到電腦 在錄音軟體當中就可以看到 XIO 的輸入選項 那錄音軟體的部分我們待會再說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台 XIO 的規格 那這台 XIO 有著 24bit 192kHz 的許揚率 並且有著 3-32k 的超寬頻率響應 有著同期當中最乾淨清晰的錄音品質 那在輸入的部分 前方有兩個專門為電吉他還有電 bass 特別設計的輸入孔 還可以透過獨家的 Z-tone 旋鈕 搭配實音器還有效果器來做最佳的音色調整 在往左邊轉的時候 實音器的聲音會越清晰、有顆粒感 往右邊轉的時候 音色則是會變得厚實飽滿 那在這個 Z-tone 的旋鈕下方 還有針對主動、被動輸入器做切換的 switch 另外還有 Pure 與 JFET 的兩種放大方式 其中 Pure 為純淨的將訊號放大 對音色不做渲染 而 JFET 則是能夠有像是真空管放大般的溫暖音色 只要透過簡單的操作 就可以很快的調整出很好聽的吉他音色 那如果你是想要錄製麥克風 或者是 Line-In 訊號的時候 則是使用在背面的兩軌音色純淨的訊號輸入孔 同時也支援像是電容式麥克風 或者是 DI 使用的 48V 幻象電源 那它是一台 2-in 5-out 的錄音介面 可以同時讓兩個人做同步錄音 可以是同時錄製兩個吉他 或者是一個吉他、一個主唱 或者是兩個主唱都可以 那接下來在面板上則是有一個內建的調音器 那這個功能其實非常意外的實用 你不需要拿出調音器、或是手機、或是操作電腦 就可以快速的把音調整 完全符合 XIO 方便使用的精神 那下一個旋鈕則是旁邊的這個 Preset 鈕 除了可以搭配 Amplotube 的音箱 效果系模擬軟體來切換預設音色之外 甚至你可以把它設定成你錄音軟體當中的某一個旋鈕 讓你有一個實體的旋鈕來操作你軟體當中的參數 接下來再往右邊是一個叫做 Monitor 的旋鈕 它可以讓你在監聽的時候調整 Direct 跟 DAW 之間的聲音比例 DAW 是指聲音透過錄音介面進到電腦 經過錄音軟體處理之後 經過介面再到你的監聽的意思 那 Direct 的意思就是聲音進到錄音介面又直接出來 可以完全零延遲的聽到訊號 在錄音要對準節拍的時候就會很重要 但其實像是這台 XIO 的延遲本身就非常低了 所以我通常都會直接開到我的 DAW 的那邊 那接下來則是 Headphone 以及 Master 的獨立音量輸出 在 Headphone 這邊可以連接我們的耳機 那 Master 則是後面四個監聽喇叭輸出孔的總音量控制 而且值得注意的一點是 這顆 XIO 可以同時連接兩對監聽喇叭 甚至在演出放音效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為兩對內場跟外場所聽的不同的訊號 像是這個功能對於我現場演出就非常的重要 那下一個則是我們的 Amp Out 的 Reamp 輸出孔 那什麼是 Reamp 呢? 以往我們在使用真實的音箱還有效果器的時候 如果覺得音色不太喜歡的話 就要重新錄一段 有時候在錄音的時候又會一直彈錯 所以再錄一次可能又會花上不少的時間 所以一般來說錄音室會使用所謂的 Reamp Box 那這台 XIO 就直接將這個 內建在我們的錄音介面當中 它能夠將你錄製好的吉他訊號 再重新播放到真實的音箱還有效果器當中 所以可以大幅的加速你的錄音效率以及音色變化 音樂錄音效率 那如果你不是使用音箱而是直接將吉他接到露營界面的話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使用像是 Ampli 2 這種音箱還有效果器的模擬軟體 在軟體當中你就可以挑選許多非常經典的真空管音箱還有效果器 不需要外接任何東西就可以得到非常專業的音色 在軟體當中你就可以了解釋到最大的音色 然後你會把它們成為了解釋到最大的音色 然後那你不能用來的音色 在軟體當中你就可以了解釋到最大的音色 那在錄音界面的背面還有非常少見的外接控制踏板輸入孔 來讓你控制像是娃娃踏板還有單顆效果器的開關 甚至是切換音像的這種控制選項 讓你在彈奏的時候不需要操作電腦就可以切換音色 就像是操作真實的單顆效果器一樣 那如果你想要更進階的MIDI功能的話 XIO也有一對MIDI的輸入輸出孔 那在錄音軟體的部分只要購買XIO 就會贈送知名的Alberton Live Lite專業錄音軟體 讓你可以立刻開始錄音 那如果是購買XIO的套裝組的話 就有原價599歐元 非常強大的Ampletube 5 Max 專業音箱效果器模擬軟體 那總而言之呢 除了非常高規格的錄音界面配置之外 這台XIO還有特殊的前機設計 Preset實體旋鈕 實體調韻器 表情踏板輸入孔 以及相當於內建一顆Reamp Box的Amp Out輸出孔 還有專業的錄音軟體以及音箱效果器模擬 是一台CP值非常高的錄音界面 那另外如果你的預算較少的話 你可以選擇XIO的SOLO 適合個人的單軌錄音使用 那我都會放在說明欄喔 我覺得iK Multimedia 出了這顆XIO非常的強大 你覺得它哪一點最吸引你呢?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吧 那如果你對於這台XIO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到海國樂器人愛旗艦店 以及各大通路參觀選購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請記得幫我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 我是Ryan 感謝大家收看海國樂器指南 那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